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12月30日 郭先生在盖头视频中表示 关于人民币的事情 我认为是可能要倒就是一天一星期的事 中共经济崩塌和西方的制裁无关 一切都是假改面上经济的结果 中共虚假经济加上被破坏的反应 中共撑不了多久 郭先生此前爆料 中共实际能动用的外汇 你能用的也不超过一万亿 从宏观角度来看 俄罗斯有一亿人口拥有一万亿的GDP 尚且出现经济危机 而中共国号称14亿人口 实际只有4亿人口 只相当于10个俄罗斯的人口总和 中共国GDP的官方数据是15万亿 实际是8万亿左右 相当于8个俄罗斯的GDP 但这8万亿的GDP能养活10亿人口吗 中国人过去可以不用电不用汽油 包括中南海那些道国宅也不用高级信要 但现在已经不同了 中国人的生活基础成本已经提高 将近5亿人已经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 人们不可能再回到没电没有的时代了 因此在中共经济重点崩塌的局面下 不要忘记相信共产党走进火葬场